这车不颠 才怪 你知道弹三次了 软 软加弹 稍微的 车快要磨到了 那一瞬间准备开油的时候就感觉 后轮再往外跳吧 后背这个回弹上快了 体重 83.5 这个车是21 每次调之前都要先减调一下车的状态 就是这个量 对于这辆车来说因为是公升的 而且大家用那个车都会属于偏暴力 那么这个的静态下降量 其实是ok的 它的屁股不太会被颠 那如果你要说要想在极致的舒适的方向走的话 可以再把预载稍微再软一点点 这个是静态下降量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下回弹 这是我只是在按它的后座 它的车弹的很快 所以它在弯里边一定会觉得这个车不稳定 那么我们看一下前臂震的状态 也是在颤的 因为是在那个架子上 一会我们往下挪的时候 你能看出这个前臂震也是很颤的 所以从目前看起来回弹阻尼很小 然后这个地方我刚刚绑个扎带 大哥可能刚洗过车 所以从这个上面看不太出来 它前臂震用的量 那么这个 在这儿是吗 大概骑这个位置 这车主说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是在这的话 说明也偏少 其实我们目标是在这 这个车的总形成是120 就给它留2厘米 所以当扎带到这个位置左右的时候 对于这个车来说 而且它是在路面上骑行 防触底的这个量流的算 会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3厘米左右 那其实对你来说会有一点点的偏硬 这个就是大概是3厘米 可能你会觉得 入玩没有那么的这个状态好 那如果按你关的手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可能就是4厘米多 那其实是没有用很多 那说明你的预载和压缩会偏硬 我们要调软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看下来 这个车当前的状态 所以现在请车主上车 我们量数据 我们去找一个参考点 现在是575 现在是590 后边25 对于25对于车主来说是OK的 所以这也符合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判断 它后边的静带下降量是合适的 合适就代表 因为车主是不是纯泡3 后边的这个量差值是OK的 然后因为总形成是120 所以这个位置 一定是从金属到金属正好100 所以差值是20 不在下 20的差值代表跟刚才车主说 它的形成大概用到这也是偏硬 所以从数值上看前后都很硬 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调的适当一点 目前的想法是它的后臂震 插进去看一下现在位置 半 一 半 二 哎正好卸劲了 大家不太注意的就是 现在这里边已经卸劲了 我如果再继续转的话 是没有刚才那么多阻力的 非常非常轻 转到今天下午它都不会到头的 可能就有的人就说 哎 这位没有到头 只要你觉得它卸劲 它其实就到头了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 哎 从这现在是到头 刚才是两圈 所以现在呢我们去 一圈 这样 这半 一有四分之三 你看看 这个量要比它刚才要稍微再多一点点 后边的预载就OK了 我比刚才最开始它上车的时候软了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进一下后臂震的预载是一有四分之三印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压缩跟回弹 它有两个旋钮 一个是银色的 一个是金色的 然后呢 银色的是回弹 所以我们插进去 然后也是当前的位置顺时针转到头 它是嘎嘎嘎嘎这种小格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所以你看我都拧三十都没有到头 说明它之前就没有回弹阻尼 你才会跳的很多的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六十二到头 等于原来是最松的状态 现在六十二 然后你看现在我拧到头了 你再来按一下车 你会发现回弹速度非常的慢 看着 就很慢了对吧 我猜错到十几应该就OK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十二 先试一下十二 十二不行 十二太快了 一二三四八 十二减四八 略微快一点点 现在是六out 六是觉得 六是OK的 六out 同样再确认一下压缩 刚才量数据的时候 后边的差值是25 其实对于一个激进的选手来说 25到30之间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值 然后刚才我们又把 预载放松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压缩调硬一点点 现在先确认一下位置 插进去 顺着扔到头 现在是十二out 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 十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十 比之前是加了两个 太硬了 一二三 放到十三out 比之前松了一个 十三 先攒定十三out 五六四五 OK 那么后臂震暂时OK 我们看一下前臂震 因为刚才我们看了前臂震差值是20 我们去量的时候 整体的那个预载偏硬 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当前位置 它预载是多少 然后再去调 把它预载跟压缩 尚未都放软 调预载的时候是逆时间调到头 一二三四五六六圈到头 另外一撮 是不是也是六圈到头 一二三四五 五圈半 两边还不一样 假设按五圈半来说 因为它很硬 所以我们现在加到三圈 一二三 然后这边也是三圈 一二三 这是等于三印 然后一会我们再去确认一下压缩 是多少 三印 先看一下回弹速率如何 看回弹 能看到前臂震晃了 前臂震晃 TEN是回弹 然后这个COMP是压缩 那我们先调回弹 当前位置顺顺顺顺到头 看多少量 它是隔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到头 然后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两边是八 两边一个七一个八 OK 然后我们就假设当TEN7的话 那就先放到五试试 一二三四五 这边也是一样 一二三四五 好现在是五奥特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还有一丢丢 然后我们看一下加一等于四奥特 加一 还有点吧 然后再加一 三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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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现在它的前臂的回弹只剩一了 现在它的前臂的回弹只剩一了 我们不太建议顶满 但是你可以试一下先 好 现在是零 这是OK的 但是如果你不讲究顶满的话 一奥特 综上前臂的回弹不太够有 因为新车也不涉及什么去逼人骑油 所以现在是零奥特 然后你的回弹速度才刚刚合适 所以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你的车是基本上量车 现在回弹已经拧到头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骑起来之后 比如二三十分钟之后 里边又热了 它会卸劲 所以你的回弹可能前臂阵还是不够 你要骑完之后 给我反馈之后 咱们再决定到底怎么处理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更高标号的油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当然也可以放逼阵 基于刚才车主说 那个前面的避震器的整体的 这个用量是在大概四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把预载弄暖了 所以我们现在确认一下压缩的位置 然后我也会同步把压缩稍微放一点 Compression这个位置 OK 这是压缩 我们去调一下 看它当前什么位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 十七这边十七一边十六一边十七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放到二十试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同样两边都是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因为我前面的预载跟压缩其实都放软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如何判断说这个车我的压缩合适模式 就是以静态状态下其实是判断不了的 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其他的操作 就是如果最终要确定这个预载OPOK的话 其实要看扎带的位置才行 那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 说现在上跟下是不是一区一致的 看着 我手上的感觉前边可能偏软一点点 我现在选择把后边调软 它的这个扎带的位置比较靠上 我们就希望它再软一点 所以现在如果手感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去调把后边调软 因为我想让它前边的那个吃的量更多一些 加两个一二 然后再试一下 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 什么感觉了 差不多了 截止到现在这辆车的静态就调完了 然后现在需要跟车主沟通一下说后续怎么反馈 然后两个事情 第一这个车需要骑大概二三十分钟之后 车也热了 避震器里边的油也热了之后 您再进行一些相对激烈的运动 两个事情第一个 扎带跟这黑热的位置 您需要反馈给我 我们要通过这个扎带位置去判断 这个车的压缩跟预载是不是合适 第二件事情在您给油和刹车的任何一个阶段里边 比如说给油的阶段 前后轮是否有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或者刹车阶段是否有前后轮不稳定的迹象出现 都告诉我 我们根据你的反馈再做微调 这个是后续动态状态下去调的一个必要的反馈 因为现在静态已经基本上区域一致了 就是一个车辆比较平衡的状态 那你骑的话 我保证现在你出去骑都会比之前要舒服 ok 所以那后续的再怎么细腻的去微调 就是需要你给我反馈了 ok 好